全能神经典话语 人在朝夕看顾着这个人类 人类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 不能离开神的主宰 人类的历史与人类的未来 都不能逃脱神手的安排 你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那你一定会相信 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兴盛与衰退 都在神的安排之下 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将会是如何 只有神自己知道 这个人类将何去何从 也只有神自己掌握 人类要想有好的命运 一个国家要想有好的命运 那只有人类都俯伏敬拜神 都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认罪 否则,人类的命运与归宿 将会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劫难 人类的命运 万物的命运 都与造物主的主宰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都与造物主的摆布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归根结底 人类与万物的命运如何 都与造物主的权柄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人类在万物的规律中 体会到了造物主的摆布与主宰 在万物的生存法则中 看到了造物主的掌管 在万物的宿命中 归结出了造物主 对万物主宰与掌管的方式 而在人类与万物的生死轮回中 人类真正体验到了 造物主对万物生灵的摆布与安排 也真正看到了 造物主的摆布与安排 超越世间的一切法令 规章 制度 超越任何的力量与势力 由此 人类不得不承认 造物主的主宰 是任何受造之物所不能破坏的 而在造物主命定之下的万事万物 是任何势力都不能侵扰 不能改变的 人类与万物 正是在这样的天规天条中 生存繁衍了一代又一代 这不正是造物主权柄的真实体现吗 神虽然有权柄 有能力 但他做事很严谨 很有原则 他做事很守信 他的严谨 与他做事的原则 显示出造物主的不可触犯 与造物主权柄的不可逾越 虽然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 万物都在他的权下 虽然他具备主宰万物的能力 但神从来都不破坏 不打乱自己的计划 他每次权柄的实施 都严格地持守着他自己的原则 准确地按着他口中所说的 按着他计划中的步骤与目标 而进行 不言而喻 在神主宰下的万物 也都遵循着神权柄实施的原则 没有一人一物能逃脱他权柄的摆布 也没有一人一物能改变 他权柄实施的原则 在他的眼目中 蒙赐福之人因着他的权柄而得到祝福 被咒读之人 被咒读之人因着他的权柄而受到惩罚 在神权柄的主宰之下 没有一人一物能逃脱神权柄的施行 也没有一人一物能改变神权柄施行的原则 藏物主的权柄不会因着任何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同样 他权柄施行的原则 也不会因着任何的原因而改变 天地巨变 藏物主的权柄却不会变 万物废去 藏物主的权柄却永不废去 这就是藏物主永不更改 不可触犯的权柄的实质 这也正是藏物主的独一无二 失望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